是不是男人 又說什麼快吞君 Hello,我是Mai 我是Kiki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無辣不歡的人士 上年我們曾經做過一段說本地辣椒醬的影片 到今年我們在這集都會瘋狂吃辣 辣到醉醉 今集我們會用爆辣的公仔鬼辣系列做這個測試 這個系列分別有三款不同的食物 分別就是這個赤辣肉味炒麵 雞肉燒賣 還有魚肉燒賣 雖然我們非常喜歡吃辣 但其實我們平時只吃淡仔的三小辣 純粹是喜歡吃辣 所以這次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大挑戰 究竟我們最終會不會辣到噴火頂不順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CMS,留言和分享新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才看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介紹今天的食物 風仔鬼辣系列以五級辣度為首 這兩個燒賣就是四級辣度 我們會先由燒賣來開始試一試味道 這個燒賣的做法真的非常簡單 可以用微波爐加熱或是蒸煮的方法 今次用了微波爐 蒸完兩分鐘就可以吃到 其實這兩款燒賣本身已經加了鬼辣的辣椒粉 配備備備備備的鬼辣椒油 令整個辣度再提升 每一粒燒賣都要點滿鬼辣椒油 很辣 想不到燒賣的皮竟然沒有變硬 皮都不厚 吃起來都是脆的 淡淡的魚肉味加上鬼辣椒油 令到... 啊...頂不住 有點痰上鏡 令到鬼辣椒油的味道非常出 另外這個雞肉燒賣都很濃味 燒賣都依然有肉汁 配上鬼辣椒油的味道更加香口 第一口不覺得是超級辣 下一口慢慢吃下去 嘩...那個辣在你的舌頭裡久久不散 我現在很想喝一杯奶 奶先大哥 吃完燒賣其實這個只是熱身 但我開始已經出汗了 其實另一隻只是真正的激辣 它的辣度是有五隻辣椒 所以是超級辣的 至於整法其實都很簡單 只需要加入滾水等三分鐘 然後倒入滾水 可以加入調味醬再滾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喜好 加入香辣油 最後灑上配料就可以吃了 這包辣醬的味道真是很功鼻 嘩...這次慘了 大吞骨 來 哈哈... 準備定這個 不停吃之後 嘩...不得了成甜味 都是它的辣味 嘩... 是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 哈哈... 嘩... 以後才說什麼快吞君 哈哈... 顏色比起平常的炒麵王更加橙紅 它的面質其實是夠大牙 但又不軟 先揮一揮氣 對於我們來說 就真的... 幾辣啊 它整個面都掛滿了辣醬 而且那個辣其實真的很厲害 真的會在喉嚨爆發 整條舌頭都很麻痺 而且辣真的很像狗 真的很刺激 好啦...這次的食辣大挑戰 就來到尾聲啦 如果大家想像我和Kiki 去試一下這個系列的話 就可以在大超級市場 或者便利店買到的 好熱啊...我現在出汗了 而且食辣真的會上癮 明天再感激大家 下集再見啦 拜拜